感谢主,弟兄姊妹平安喜乐 感谢主带领我们愿意在这个周六早上 都愿意付代价来买真理 一同来进入这个神圣的话语里面 好,我就先share一下screen 好 今天我们是进到 这次沙漠记结晶读经的第三篇 就是第三周了 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标题啊 先一起读一下 从撒摩尔的历史来 古灵的原则 生命的功课 以及甚别的警告 看到这个主题就是撒摩尔这个人物 他整个历史记得这一篇给我们来看 那弟兄刚开始的复杂交通 他这个交通是从三个这个角度来看 撒摩尔的历史 第一个是属灵的原则 第二个是生命的功课 那最后一个是一个圣比的警告 这上面那我们来看的时候呢 就是看到这个撒摩尔是怎么样的一个被神所兴起的人啊 那今天神在地上也是一样 神在今天也是有一个需要 他需要于一般的人呢 被神来兴起 就像一个撒摩尔 然后呢 与神来配合合作 那他也是 这班人呢 也是要经过这样子的属灵的原则 生命的功课 以及圣别的警告 被成全 有学习 能够至终成为一个这个能够这个侍奉神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真是需要有一这样子一个祷告 我们愿意成为今时代的一个撒摩尔 特别是一个团体的撒摩尔 在地上与神来配合成为神的经伦里面啊 一个能够进攻用 那个整个有用的一个肢体 Amen 那我们进到今天 今天有这个七个大典呢 那我们先把大典先过一遍 来我们先进到第一大典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善阿尔沫尔沫尔首为立位之派 但不属亚伦家 就是神所命定为祭司的家 善阿尔沫尔首身为祭司 是平阿西人的愿 成为祭司侍奉主 好,那我们进到第二大点 在赛摩的时候 亚伦家的祭司之分已完全落落 但神一先看见这光景 就在他命定的家作祭司以外 做了一个补充 仿若命定的祭司有所不足 所以第一跟第二大点 主要就是讲到这个属灵的原则 这个属灵的原则 其实就是拿西尔人的一个原则 那第一大点就是 神设立了一个拿西尔人的条例 就是这个原则 包括这个拿西尔人的愿 他所有的内容 等一下我们可以进入 那第二就是因为神 已经预先看见 这个祭司会有堕落的光景存在 那神就变得贫穷了 那神已经预知了 所以呢 他那个时候就已经为了这个拿西尔人 有一个愿 这东西定出来 作为一个补充的一个贡备啊 能够应付当时这个非常不正常的这个情形的需要 阿们 好 那我们进到第三大点 一起读 撒朗末尔在老以利的股下长大 那这个第三大点 卓就讲到另外两点呢 讲到一个撒末尔所学习生命的功课 以及这个圣别的警告 他这个呢 就是给撒末尔有一条路啊 能够在这个老以利面前呢 有学习 学习是为了他以后能够侍奉神 成为一个真正这个合乎神心意的一个祭司 所以呢 他这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必须经过的 那所以 这个撒末尔完全得着成全 就能够这个尽职 尽他这一份职事啊 成为一个 到第四大点呢 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 来我们进到第四大点 一起读一下 撒末尔是转移时代的人 让时代转到活度 连同君王之分的时代 不仅在以色列历史上是大事 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大事 所以撒末尔是转移时代的人呢 因为他接着他被成全了 阿们 他就能够把这个时代转到国度 连同君王之分的时代 这实在是一件何等大的事 不仅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呢 更是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 阿们 好 我们进到第五大点一起读 撒末尔以行事 生活并工作 而是照着神 人和所事也是照着神 撒末尔的所事和神的心乃至一 这缘故 所以说撒末尔 照着神的人 是代理上 代理的神 基本上刚刚是他的所作 那现在因为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呢 所以他就能够与神是一 成为真正 不只是这个与神 这个与神同工啊 他其实就是因为他已经成为照着神的人了 因为他的行事 生活工作都是照着神 还有他的全人和所事也是照着神 他就成为这个地上代理的神了 这是他接受这个成全训练的一个结果 能够来进词 好 我们第六大点我们一起读一下 神开始了新的时代 而这年轻的 中性的祭司 替堕落的祭司指导 因为这个撒末尔这个 这个人呢 是给神得着 经过成全 能够来进职 所以神就能够有一个新的时代 有个新的起头啊 因为有撒末尔这个年轻的撒末尔 做中性的祭司 来顶替堕落的祭司指导 感谢主 那我们进到第七大点 是一个最后的这个总结 撒末尔是一个在地上与神适应的人 在地上代理的神 代表天上的神 在地上治理他的百姓 撒末尔以五种身份公职 他是以五种身份啊 我们就等于是把这个再复习一遍 第一个就是拿西尔人呢 奉献给神 第二个他是做祭司 供职 第三他是神言者 供职 释放神的话语 第一次他是做士师 最后呢 他是成为一个祷告的人 供职 为神的选民祷告 阿们 好 我们大家要不要花个半分钟的时间 把这七个大点啊 自己稍微过一遍 好不好 阿们 哎 Amen 这一个好的 阿们好 感谢主 那我们进到第一大点了 第一大点就是讲到 我们知道这个撒末尔 撒末尔是 行着拿西人的愿来做祭司 因为他原来不是 这个属于亚伦家的 因为亚伦家是神所命定为祭司的家 那撒末尔他是属于立位之派的 那他这个引用的经节 你看他讲到他的这个出身 他的这个家谱 这个很奇妙 这个弟兄也讲到 你看他这个历史 他的家谱里面 祖先里面有个是可拉 可拉当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背叛者 叛逆者 但是他的后代竟然会成为 这个神这个历史里面 非常有用的一个祭司 就是这个转移时代的人 那这个撒末尔 他是这个属于立位之派的 那当初他不是身为祭司 但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 这因为当时 当时因为这个祭司体系的这个衰败 那神就在这个体系之外 另外定了一个这个补充 可以借着这个拿西尔人的这个愿 可以成为祭司 那这个撒末尔就是经过这个过程 那我们第一终点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神的行动和他对哈拿祷告的答应 乃是要产生一个绝对为着成全神 神愿望的得拿西尔人 而甚至在出生之前 就被他母亲奉献出这样的人 那这上个礼拜我们读到哈拿的指示 哈拿这个他心里愁苦向耶和华祷告 愿意这个神赐给他一个男孩 他可以终身献于耶和华 那这个不用剃刀剃他的头 这就讲到他是这个 其实他在还没有出生 就已经是被他的母亲在神面前许愿 愿意这个他的这个得着这男孩 是一个终身奉献给神的人 他就是一个拿西尔人 这就是一个拿西尔人的愿 这是借着哈拿的祷告 阿们 那这个第二个终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这一次的这篇的里面的内容 那我们一起读一下 神有有的子民都是拿西尔人 拿西尔人乃是绝对且彻底的成为圣别 后来一个出来的神 是不为着神起他的事物 而是为了神的满足 主人之初的见证 我们基督的见证 阿们 他这个是主要 这个是在民述记一章 这个一节 六章一节跟二节 他说里面对以色列人说 无论男女 许的特别的愿 就是拿西尔人的愿 要将自己分别出来 归给耶和华 所以这个拿西尔人的愿 就是绝对并彻底的被分别为圣 分别出来归给神 除了神以外 他是完全没有其他的这个追求 而渴望 他是单单渴望要得着神 还有神的满足 这本是耶稣的见证 就是做见证的照会 其实主耶稣 还是真正的这个拿西尔人 他是在地上的生活 是完全绝对彻底是为着神的 阿们 然后这个四个小点 就是讲到拿西尔人愿的这个原则 那我来读就可以了 好 第一下 拿西尔人要禁绝酒 和任何其他来源有关的东西 表征禁绝各种属地的享受和娱乐 并接受且经历基督 做他的享受和娱乐 吃生命树 就是享受基督 做我们生命的供应 该是照会生活中首要的事情 你看这个首要的事情 非常重要 如果因为我们没有 从这个属地的这个 各种的享乐 那个中间被分别出来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 来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 因为我们里面 已经被这些属世的东西 所霸占了 他这是出于民宿记的 六章三到四节 讲到这个葡萄 他的产品 的确是让人愉悦 但是这些都是属地的享受 成为我们的霸占 阻碍了我们享受基督 做我们生命供应 那第二个原则呢 就是拿些人 不可剃头 表证不可弃绝主的主权 乃要绝对服从 也要服从神所设立 一切代表的权柄 他这是出于这个 民宿记六章五节 那这因为这个头发 是表证这个权柄 所以呢 他是讲的是不可以剃头 就是不可弃绝主的主权 不但不弃绝啊 他还有绝对的服从 那第三个原则就是 拿些人不该因血清受死 玷污而该一直分别归 分别为圣归神 表证拿些人要胜过天然的情感 那这本是讲到这个父母 兄弟姊妹 和姐妹死了 他们不可以死 他们不洁净 因为那分别出来归神的 就在他的头上 那第四个原则呢 拿些人不可挨尽死人 这跟第三是有点区别的 第三是属于他的亲人 那第四就表示是 就是指所有的死人呢 那因为旁边突然有人 有人忽然死了 以致受了玷污 表证拿些人 要从死亡分别出来 那这本是 就是讲到刚刚的六节 七节 还有这个八节跟九节 特别讲到 他的分别出来的一切日子 他是归耶和华为圣的 说如果人在旁边忽然死了 一次玷污 了他分别出来的头 他就在得节径日子剃头 这就是在第七日剃头 这个就讲到 这个拿些人的 愿的原则 主要就是这四点 阿们 所以第一点 就是讲到这个属赢的原则 属赢的原则 其实就是撒母 就是这个拿些人的原则 第一个是讲到他的愿 那我们再进到 第二大点 第二大点是讲到 这个 第一个讲到是他的愿 第二个是讲到 他的奉献 那我们再把第二大点 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了 阿们 在撒母耳的时候 亚伦家的祭司 已完全堕落 但神预先看见这光景 不在他命定亚伦家 做祭司以外 做了一个补充 除了命定的祭司 有所不足 有民书记六章 拿希尔人的愿 好 感谢主 那第一个重点我来读 当亚伦家堕落了 这个补充就实际的被使用 撒母耳就是借着 奉献分别 并借语 而成为祭司的 这个我们都 刚刚也有读过了 这个 这个借着 这个哈纳的祷告 神 其实上一周就讲到 其实这个哈纳祷告 那是神在背后所发起的 那因为神要得作一个转移时代的人 就是撒母耳 所以借着这个哈纳祷告 就是回应神的需要 他果然神就赐给他 一个儿子撒母耳 那这个 这个哈纳母亲就是还愿了 他说我愿意将这孩子 借于耶和华 他终生都是借于耶和华的 于是他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这就是 哪些人 就是不但这个是 这个绝对奉献 这个给神的 而且他是借于耶和华 就是这个让神完全的得作 阿们 那第二个终点 来我们弟兄读好了 在以利的时候 就祭司之分而言 神是贫穷的 所以哈纳将撒母耳 借于耶和华 在不正常的光景中 就着主的行政而言 他被穷了 所以需要有人 这是非常奇妙 其实神都已经预知了这些了 当初在以利的时候 祭司的光景是非常的败落 所以神就变得贫穷了 因为他们没有尽他们那一份职份 把神供应给神的百姓 那所以神就变得贫穷了 所以那个时候 神就借着哈纳将撒母耳 借于耶和华 因为这是在一个很不正常的光景里面 这个主的经伦 还是要继续的往前 所以那个时候 神就需要有人 自愿的将自己借给他 阿们 第三终点 我们请姊妹读 这个是非常奇妙 那个哈纳 他得作撒母耳之后 他这个对神有这样的回应的祷告 他主要是在二章 我的心意耶和华欢腾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我口向仇敌张开 因为我以耶和华的救恩为乐 这个他得作这个奇妙 这个耶和华的救恩 其实哈纳这个名字的意义 就是恩典 所以他这个真的是 这个祷告 非常得作 这个神的心 那看这个二章十节 非常奇妙 与耶和华 增进的 他必被打碎 他必从天上引雷攻击他们 耶和华必审判地己的人 他必将力量 是与他所立的王 高举 他受高者的脚 真是奇怪 那时候还没有立王 他已经有 这个 这个哈纳已经有这样子 这个 蜀天的启示 的确他是一个 有启示 有启示 这个 得作启示的人 所以他的祷告 那时候就已经 哎 里面是有人讲到 这个 这个之后要立一个王 带进这个国度 好 这实在是非常非常奇妙 好 我们进到第三大典 我们再来读一遍 撒末尔在老以利的经下长大 撒末尔林幼时 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 受以利 侍奉神的路 那这个就是 这个 今天主题的后面两个了 就是生命的功课 以及圣别的警告 都在这个第三大典 这就是撒末尔 他这个学习 然后被成全 然后侍奉主的这个一个过程 这是必须的 因为神 在神面前成为有用的一个人 他需要受成全 有学习 那第一 第一 第一 终点呢 我们请弟兄读一下 宝贝 耶和华 耶和华三次 呼伴 三不二 在明拜 一三五百 耶和华 耶和华 呼伴 同时 对 祂也 祂也 阿们 哇你看沙漠的回应 是说请说无人敬听 我们看到这个老以利 我们读到的都是他负面的 那这些老以利在这边还是有些 神还是接着老以利有一些正面的功用 在这边能够 这个让萨摩尔在年幼的时候 就在他的监护之下 能够学习来侍奉耶和华 那他这个就是你看 他小时候 这年幼童子的时候 萨摩尔就是 他就是住在这个店里面 在这个神的约会旁边 所以就跟神非常亲近 那神就向他说话 那当然是以劳以利戒的时候 就向他教导他 互换了三次 他果然是跟他 就跟他讲说 这是神在换你 那这萨摩尔的确是一个 真正的拿西尔人 他马上就说 神请说 无人静听 他是在一个仆人的地位里面 我们也都是这个神的仆人 我们就是要这样子的态度 这个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们就说 请说无人静听 好 第一小点我来读 这是萨摩尔从以利所学取 完全积极的事情 我们做主的仆人 要需要维持我们与主的交通 一直听他 他真的是讲到 这个当初这个玛利亚 他是一个 这个 这个 玛利亚说 看啊 我是主的北女 请愿照你的话 神就在我身上 这玛利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是完全 这个 是一个听神话的人 而且是保维持与神的交通 那第二 小点就是 我们的生命来在乎主的话语 我们的工作 来在乎主的命令 信徒的一生 都系于主的说话上 阿们 所以这个 主的说话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一生 都是在于 主的说话上 阿们 他这引用的经文 就是 这个 那里像众赵会所说的 有耳的就应当听了 阿们 那第三个小点 主的说话 是我们能够达成 他永远经伦的目标 就是要 得着心腹 做他的配偶 当然我们这个 这个 他是用来雅各 他说 住在这园中 我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 求你使我也得听见 这个 心腹就是一个 常常 与神亲近的人 他就是要从神的话里面 得着供应 与神完全的有一个连结 能够 至终能够成为 神的配偶 阿们 那第二重点 我就读就好了 撒末尔 只是讲到那个 路面 消极这一面 撒末尔学习的时候 还有一个 这个 这个 圣别的警告 就是看到这个 祭司堕落的这一部分 撒末尔看见神的约会 被以色列人的长老所禁用 被非力士人辱去 以及神的荣耀 离开以色列 他看见神对以利家 严利的审判 包括以利的死 以及他两个儿子 和弗尼 非尼哈的死 这就是看到 他们这个以利 这个当初堕落的光景 是非常非常的堕落 他这边就讲到 你看这个 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 真是卑劣之徒 不认识耶和华 他们在殿里面 做了非常藐视 耶和华的事情 因为他们这个 这个抢取了神的祭物 贡物 还与这个会目前 这个服侍的妇人 苟和 他做了非常很多 这个让神不喜悦的事情 那特别呢 这个以利的儿子 也不听从他父亲的话 但是这个以利 老以利 大概是年纪 真的是老迈 他对他儿子 也不是非常的绝对 这个看见 他们所做的这些 这个 这个这些 这些 这些 非常恶劣的事情 然后那时候神呢 就向以利 这个来质责他 说以利啊 你尊重自己的儿子 这个 这个 过于尊重神呢 可是是非常 这个得罪神的 那神对以利家 严厉的审判 先由一个神人所预言 然后严厉的审判 于耶和华 借着萨默所说的话 所证实了 那第三 神借着萨默 告诉以利要来的审判 目的也许是要这个年幼的孩童 祭司 南王的印象 这也是神的智慧 Amen 然后这并没有削弱 萨默将来的拉西尔之分 反而在他日后的祭司 侍奉中一直成为对他的警告 这帮助了萨默在他一生 对神的侍奉上保持纯洁 这非常重要 这虽然是一个警告 但是却成为他受成全一个必经的过程 你看这边有两个看见 非常重要 那是借着萨默他的看见 那这些 这个 这些 以色列人的历史 看到他这个神对以色列 以利加了这个严厉的审判 成为他的警告 那也成为他这个侍奉中 学习过程中 一个 很好的一个看见 也是一个很好的警戒 然后可以一直在侍奉上保持纯洁 Amen 那前三大典我就交通到这里了 接下来 我就交给苗弟兄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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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Amen Amen 感谢主弟兄姊妹 我们再把这一周这个篇题 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 Amen Amen 从撒摩尔的历史 看 主灵的原则 生命的功课 以及 圣别的警告 感谢主 所以这里我们从篇题 我们就看到 从撒摩尔的历史 我们来看三方面 一个是属灵的原则 一个是生命的功课 以及圣别的警告 刚刚弟兄 做弟兄带我们 进到前面三个点 在第一个大典 还有第二个大典 我们看见属灵的原则 第三个大典 我们看到 在积极的一面 我们看到生命的功课 在消极一面 我们看到圣别的警告 Amen 感谢主 在这一篇信息 这个我在交通之前 我这个 让弟兄姊妹知道 这一篇信息的纲要 都是从生命 绝大部分是从生命读经 这个引出来的 生命读经 撒摩尔记 生命读经 他前面七篇的信息 第二篇 第三篇 第四篇 就是讲到 这一篇信息的前三个大典 第五篇 第六篇 第七篇 就是后面的四个大典 弟兄姊妹 如果 这个弟兄姊妹愿意的话 可以进到这几篇的生命读经 一同的进入 所以在 这个前面 前面这三个大典 我们看到一个 属灵的原则 这个感谢主 在我们进到这个 撒摩尔记 神明 绝经读经的 第一篇信息 我们就看到 一个中心的思想 这个中心的思想是什么 这个中心的思想 就是 神经论的成就 需要人的合作 感谢主 我们在不管进到 这个撒摩尔记 捷经主经的 哪一篇信息里头 我们需要 把这个中心思想 放在我们的里面 神今天 他的经论的成就 是需要人来 与他合作 这个人 他是与神配合的 感谢主 那这个配合 要产生一个结果 那也就是第二篇信息 讲的 要带进君王 还有带进他的国度 这两面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进到 撒摩尔记 捷经读经里头 要注意到 这两个 那所以 在这一篇信息 我们看到 他一个 属灵的原则 就是 他要得着这个人 这个人是什么人 他是 拿戏 这个属灵的原则 就是神要得着的 一个拿戏 这个人 就像第一篇说的 他 不是身为祭司 可是 他乃是凭 拿戏 尔人的愿 自愿 成为祭司 来侍奉主 他不是被指定 做祭司的 可是 他是自愿 那所以 他 自愿的话 就照着这个 拿戏尔人的 愿 他有四个 特别的特征 第一 他要禁绝酒 和任何 其他来源 有关的东西 这表征 要禁绝 各种属地的享乐 还有娱乐 第二个 他是不可剃头 不可剃头 表征 不可弃绝主的权柄 来要绝对服从 也要服从神所设立的一切代表权柄 第三 他是不该因血漆的死受玷污 而该一直分别为圣 归神 表征 拿戏尔人要胜过天然的情感 要胜过天然的情感 第四 他是不可爱尽死人的 表征 拿戏尔人要从死亡分别出来 感谢主 在明述记 他给我们看见 拿戏尔人 他是在这四方面 是满足神的要求的 感谢主 那在沙姆尔的一生 我们就看到了 在地上有这样的一位 他是 他是这个 禁绝 清酒和农酒 他都 他都不碰 而且他是 他从他母妇里头 他 他在母妇里头 他母亲就把他奉献出来 不用剃头刀 剃他的头 而且他 这个不受血清的死 受颠入 他没有 他要胜过天然的情感 而且他从死人 从死亡中分别出来 你看他在 他在以利的身旁 他如果不是一个 从这个死亡中 这个分别出来的人 他怎么能成为一个 这个拿戏尔人 在那样的环境 怎么可能 对不对 所以感谢主 我们从 这个沙姆尔的历史 我们看见 这样的一位人 这样的一位拿戏尔人 神也借着这位拿戏尔人 然后带进他的国 还有 带进君王 基督 感谢主 这是前面两个大典 第三个大典我们就看到 这个生命的功课 在积极一面 沙姆尔跟着受以利的教导 侍奉神 在积极一面 他学到了一样式 学到了一样式 就是听他 一直听他 这是沙姆尔从以利 学到唯一的一件积极的事 就是要听 所有这个信徒的一生 都系于主的说法上 有没有 感谢主 那在消极一面呢 他从以利所学的 就是一些圣别的警告 这边圣别的警告 照着生命读经来讲 他是 先是由神人所预言 第二是由沙姆尔 是由耶和华 借着沙姆尔所说的话来证实 第三就是由非利式人来执行 这个严厉的审判 就是这三方面 神人来预言 耶和华借沙姆尔的话来证实 第三就是由 借非利式人的手来执行 他的审判 这是我们在 在这个 这个沙姆尔的历史中 我们所看见的生命的功课 还有 还有 这个圣别的警告 那感谢主啊 这篇信息 其实负担 就在这三个 那接下来啊 他第四到第七大点 这四个大点 其实就是生命读经中 他讲到他的指示 撒末尔在以利 以利这个 像从以利来学习 学习来侍奉神 他侍奉之后啊 他就开始进他的职 进职 所以从第四大点 我们就看到他的进职 这个他的进职 他是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第四大点 你们 撒末尔是转移时代的人 将时代转到国度 从君王之身的时代 这不仅在以色列历史上是大事 甚至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大事 所以第一 他的指示 他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 他的指示就是转移时代 那第五大点 我们看见他另外一个指示 就是在地上代理的神 我们来读一下第五大点 有没有 撒末尔不仅仅是生活并工作 是造着神 他的权人 等和所事也是造着神 撒末尔的所事和神的心 难以之一 为这缘故 我们可以说 撒末尔会造着神的人 就是在地上代理的神 感谢主 他的指示 他是转移时代的人 同时 他也是在地上代理的神 Amen 感谢主 那他在第四大点 他讲到他是转移时代的人 转移什么时代呢 他乃是他乃是在神的行政里 把祭司时代 祭司时代转移到身严者和君王时代 这个转到这个过程 这个身严者和身严者 这一部分 他只是一个过渡 他的神最终的目的 是要转到国渡 连同君王的君王的时代 所以在这第四大点 他讲到他是转移时代的人 他是从祭司时代 转到国渡连同君王 所以进到了第六大点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正常的祭司职份 到底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怎么样的情况 所以第六大点 他就讲到 神开始了新的时代 新起撒摩尔这年轻的 拿希尔人做中性的祭司 定替堕落的祭司时代 很奇妙 神新起撒摩尔做中性的祭司 可是神不是要紧紧停到这一面而已 神还要再往前 他的转移时代 最终乃是要带进君王 带进国度 那乃是要借着一个中性的祭司 所以第六大点 就是有一点是在补充第四大点 他是在补充第四大点 他讲到他是转移时代 怎么样转移时代 在第六大点他就有讲 他乃是借着生严 他乃是借着一个拔高的 这个生严之分带进的 所加强的君王之分 这两面来转移时代 这是第六大点 第七大点呢 就是第几大点 第五大点的一个补充 第五个大点 他讲到的是说 他是一个地上代理的神 代理的神 感谢主 所以第七大点 他就讲到了 撒末尔是一个在地上 与神示意的人 作为在地上代理的神 代表天上的神 在地上治理他的百姓 撒末尔以五种神分公子 所以讲到代理的神 他是以五种神分来公子 所以这时候 后面四个大点 他是讲到他的执事 第一 第四大点 他是讲到 他是转移时代的 第六大点 他是一个在地上代理的神 然后第六大点 他就讲来补充 这个正确的 这个中性的祭司 他所做的应该是什么 然后第七大点 就是来补充这个地上代理的神 他乃是借着五种的身份 五种的身份来供执 感谢主 弟兄姊妹 我们花半分钟的时间 我们把这后面的四个大点 把他思路顺一下 好不好 因为 第一个 阿们 对 国度 连统君王的时代 第六个 他是 行事 生活 工作 造的神 全人所事 也是造的神 与神是一的 成为地上的 地上代理的神 是一个 中性的祭司 顶替 勾洛的祭司 谢谢主 好 那我们 其实 这个思路已经清楚了 负担也都在前面的三个大点 都已经讲得很 很明白 一个属 这个属灵的原则 神就是要得着 一个拿西尔人 需要我们每一位 神渴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拿西尔人 那 感谢主 而且啊 要成全这个拿西尔人 需要有生命的功课 要来听他 也要受 这个 圣别的警告 要远离这些事情 感谢主 那我们就看到 接下来就产生一个结果 第四大节目就说 他是转移时代的人 这些也有三个点 三个终点 Amen 这个第一个终点 我们弟兄来读 Amen 萨木尔没有背叛亚林家 也没有赚取亚林家任何东西 在他成长时 神安排环境成全他 加正他的股量 使他能成为神做美剑 也是 反变时代 成为君王 连同国度的时代 Amen 感谢主 这里他特别讲到 在他成长时 神安排环境 成全他 并加增他的肚量 感谢主 你弟兄在 他所写的 那人将要如何里头 他也提到 神 在他所用的器皿 的医生 不断的在成全他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环境 都是神 特别为我们量身定做 为的是 在这些的环境中 我们受成全 我们的度量被他扩大 感谢主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 我们这个 如果遇到任何的环境 不要抱怨 我们要转向神 Amen 我们需要转向神 因为乃是神 为着他的美意 借着环境来成全我们 要加增我们的度量 感谢主 这是第一重点 特别要注意 神安排环境成全他 加增他的度量 第二重点 我们姊妹来读 Amen 阿姆尔 阿姆尔做祭祀 顶替臣服的亚伦祭祀 职份 并且在 五一方面 意义说 了解这个祭祀 职份 神使用 沙姆尔转移时代 不是借着 背叛或革命 乃是借着 神圣启示的方式 以带进君王 君王 主 Amen 感谢主 我们在这里 我们看到 神使用沙姆尔转变时代 他是一个转移时代的人 可是他的转移时代 不是借着背叛 或者是革命 不是借着背叛或革命 乃是借着神圣启示的方式 感谢主 一个转移时代的人 他不是背叛的人 他不是革命的人 他乃是借着神圣启示 来带进君王 我们要注意 乃是借着神圣启示的方式 什么是神圣启示的方式呢 就是第三终点 我们一起来读 好不好 第三终点 Amen 沙姆尔是有启示的人 他所做的见识 都是照着他所看见的 沙姆尔借着他的话 从他自己启示给沙姆尔 不仅如此 他是合乎神心的人 他是神心的复制翻版 他是这样一个人 绝不做任何背叛的事 谢谢主 这个启示乃是借着他的话 Amen 耶和华借着他的话 将他自己启示给上罗 谢谢主 所以我们需要 被他的话所构成 首先我们要听他的话 还要被他的话所构成 所以他是神心的复制 是他的翻版 Amen 谢谢主 这是他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 这三个点 接下来我们进到第五大点 他讲到他是在地上代理的神 这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第五大点 你看这边有照着神 照着神 谢谢主 我们可以说 沙姆尔这位照着神的人 就是在地上代理的神 Amen 如何能成为地上代理的神 就要照着神 沙姆尔的所事和神的心 所事和神的心乃是一 他的所事和神的心是一 所以他在凡事上 不仅是行事 不仅是工作 都是照着神 他的全人和所事 都是照着神 所以照着神的人 这位照着神的人 就是在地上代理的神 Amen 感谢主 这边下面有五个 五个终点 感谢主 时间内容 我们就赶快的过一下 第一终点 他讲到神的心思 就是沙姆尔的考量 Amen 他没有别的意念 没有别的考量或想法 他的生活和工作 乃是为着完成 一切在神心中的事 Amen 所以神的心被复制到他的心里 所以他的生活和工作 为着完成一切在神心中的事 感谢主 在第二终点 他讲到 这个沙姆尔 高扫罗和大卫座王 这是照着神所命令 神命令 神命令不是仅仅是要 转变 把这个衰弱的祭司职份 给加强而已 他乃是 要带进君王的 所以 沙姆尔 高扫罗 高大卫座王 可是 他这边讲说 要 要沙姆尔永远行在神的 受高者面前 以监督君王 观察 君王的作为 感谢主 在神的受高者面前 他虽然 不是君王 可是 在地位这一面 君王 是远远 大过他 可是 在属灵 这一面 他乃是代表神的 来监督君王的 来观察 君王的作为 这是一个代理的神 所以第三终点 他讲 这指明 沙姆尔作为 在地上代理的神 Amen 比君王更大 Amen 沙姆尔之所以 够资格到这样的程度 乃是因为 神 为着他的经文 多年来 专特的成全他 所以这里我们又看到 前面三个大点 就是神在成全他 生命的功课 圣别的警告 都是为着成全他 是为着神的经文 Amen 感谢主 Amen 这边三个小点 第一个小点 他讲到 被神使用 来完成他的经文 乃因 他是一个照着神 合乎神心的人 所以他是照着神 合乎神心的人 不为自己寻求什么 也不想为自己得利 他的心 只为着神的心 和神的选民 他的心 乃是神心的反照 Amen 而且 这边特别有一个点 他讲到 撒摩尔认为 不为神的百姓祷告 乃是得罪耶和华的 不为神的百姓祷告 乃是得罪耶和华的 Amen 我们读一下这个 撒摩尔记十二章二十三节 好不好 Amen 至于我 断不停止 为你们祷告 免得我得罪耶和华 我必以善于正的道路 是叫你们 Amen 很谢主 Amen 所以在 在接下来第四点 他讲到 照着 旧约 撒摩尔 在为着神的 和神权益的事上 是与摩西并列的 耶利米书十五章一节 他讲到 站在我 耶和华面前 带求 带求 感谢主 为神赞助不容易 他要转移时代 乃是借着带求 带求 感谢主 所以他前面讲说 不为神的百姓祷告 是得罪耶和华 在这一件事上 撒摩尔 为着神和神权益的事上 是与摩西并列的 Amen 谢谢主 Amen 好 第六大点 Amen 好 这边就来补充 这个做忠性的祭司 顶替堕落的祭司职份 也有五个 五个终点 感谢主 第一个终点 他讲到 撒摩尔被神确立做 说神的话 以顶替老旧祭司职份 教导神的话语 在祭司职份里 祭司该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为神说话 Amen 感谢主 所以我们看到神 设立祭司职份的时候 祭司该做的第一件事 是为着神说话 在这个 书爱集记 我们看到 大祭司所带的胸牌 和乌林土 乃是神 用来对他表进 说话的凭借 可是祭司职份 堕落 堕落后 神的话就几乎失去了 感谢主 第三终点 这很重要的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第三终点 Amen 神借着建立撒末 在被拔高的森严者职份里 做森严者 将他的话 供应给他的选民 神也借着兴起撒末 做事实 施行他的权柄 治理他的选民 Amen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这个正确的祭司职份 它是有两方面的服侍的 第一个服侍 是将他的话 是将他的话 供应给他的选民 好 这是在撒末尔被拔高的 祭司职份中 来做生言者来说明的 将他的话 供应给他的子 从神得作话 从话 用神的话 来供应神的选民 还有第二件 第二方面的服侍 乃是施行神的权柄 治理神的选民 感谢主 在这里 他乃是借着兴起撒末而 做事实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正确的祭司职份 有这两方面的 的服侍 一个是说话 说神的话 第二个是 施行神的权柄 治理他的选民 感谢主 第四中点 他讲到 撒末尔最后一个事实 结束了事实之分 他作为祭司 新的祭司 带进由拔高的 祭司之分 所加强的君王之分 第五中点 神需要兴起一个活的人 一个生严者 来为他说话 在神的命定里 撒末尔算是第一位生严者 因为他带进 为神说话的生严者之分 感谢主 所以这是第六大点 就讲到 一个中性的祭司 来定替堕落的祭司之分 最后一个大点 他就讲到 作为在地上代理的神 代表天上的神 地上治理他的百姓 撒末尔是以五种身份来供职 你们 感谢主 这五种身份是哪五种 第一个 他是拿希尔人 对 第一个是他是拿希尔人 绝对奉献给神 使神得以完成他之命 第二个 他是作为祭司来供职 你们 他乃是尊重神 是逃神喜悦的祭司 来顶替臣府 并堕落的祭司 祭司之分 忠信的代表神 行动 甚至为着神在地上的行政 设立比建立君王 第三个 他乃是作 生言者来供职 Amen 感谢主 第四个 他乃是作 施司 来供职 最后一个点 他乃是作 祷告的人 供职 作祷告的人 供职 感谢主 我们把 第五个终点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Amen 萨摩尔作为祷告的人 供职 为神的选民祷告 他们蒙保守在神的道路上 与神示意 不落在外方共向的罗罗里 却享受神做一边一切 以帮助的石头 使神对他选民之一种的愿望 得以成全 你们感谢主 弟兄姊妹 这个祷告跟我们的祷告 是不是一样 他为神的选民祷告 使他们蒙保守 在神的道路上 与神示意 这是萨摩尔的祷告 他不是仅仅为 萨摩尔求 为以色列子民求 外头的顺利 他乃是 为以色列的 这个神的选民祷告 使他们蒙保守 在神的道路上 与神示意 感谢主 使神对他选民之一中的愿望 得以成全 这是他 他做祷告的人来供职 感谢主 感谢主 我想这个 就停到这里 接下来有两位弟兄 为我们有加强的话 感谢主 Amen Amen 感谢主 那我也来分享 我在对这篇信息的 我的一些感受和魔主 那这篇信息 是的确讲到萨摩尔 萨摩尔实在是 我们看到是 在旧约神 所大大使用的一个人 他以五种身份来供职 他是拿西尔人 是祭司 是神言者 是事实 还是一位祷告的人 所以他实在是一个 让我们觉得是一个榜样 那当然了 神不仅仅是要得到一个拿西尔人 神事实上是要得到 他的心意是让所有的子 都成为拿西尔人 而萨摩尔这五种身份的供职 也是开始于他拿西尔人的 一个奉献 的一个祷告 所以感谢主 那在萨摩尔上 我们看到哈拿就讲到说 我将这孩子介于耶和华 他终身都是介于耶和华 所以我们看到 萨摩尔的这个奉献 这个拿西尔人的愿 还不是一段时间 但是他这一生都过着 这样一个拿西尔人的生活 那在拿西尔人的生活呢 看起来也是 神是神要是分别出来 完全归神的 是一个分别 成为圣别的生活 因为他这个拿西尔人呢 是要没有任何属地的享受 他不去 是浓酒淡酒都不喝 是弃绝了所有属地的享受 那拿西尔人呢 同时也是一个 这个以神完全作为他的主权 绝对顺服 神权柄的人 同时拿西尔人还是什么呢 还是一个远离死的人 那这一切呢 就让我们看到 这作为一个拿西尔人 好像这个要求是非常的高 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但是神如果他 神的心愿 是让我们都作为拿西尔人 神就给我们这样一条 可以成为他的路 那我很有摸着的就是 首先拿西尔人 他是自愿分别为圣 那神为了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他的经伦呢 他是特意留了这样一个方式 特意预留了这样一个旁门 如果神没有这样一个预留 没有这样一个 这个旁门 让我们有份于他这样计划的话 那事实上我们是没有机会的 但是感谢主 神为了他的经伦 他预留了这样 给所有的子民这样一个机会 可以借着一个自愿的奉献 成为拿西尔人 成为一个完全分别出来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就有机会 借着奉献 有这样一个成为拿西尔人的机会 那讲到这个 没有属地的享受 好像听起来也是不容易 但是弟兄在这个信息里面 就讲到一个非常实际的话 弟兄就说到说 我们若在主面前读他的话 就知道何为属地的享受和娱乐 所以看到这个主的话 实际上就是能够让我们 可以脱离这样的 这样的所谓属地的享受 单单的享受他 那另外呢 这个非常实际的讲到 让主做我们的头 这个不仅仅是 好像某一些事情上 乃是在生活中 让他做我们的头 做我们的这个丈夫 让我们完全顺服他的权柄 此外啊 弟兄还讲到说 这个我们不仅仅直接服从神 也服从他所设立的权柄 我们在召会当中 我们一些主要服侍的 这个带头的弟兄 这也是神权柄的一个代表 我们也应该来服从 所以在罗马书三章就讲到 在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都当服从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神来 反掌权都是神所设立的 所以当我们服从这样的权柄 实际上我们是 是蒙服的 那后面又讲到说 成为一个拿戏人 要脱离死亡啊 那我们知道这个神看死 其实比罪还要严重 但是我们脱离死亡 其实有一条路 就是我们在积极的一面 要连于神 我们知道神是生命术 祂是生命的源头 我们远离他 我们离神越近 离死亡就越远 所以感谢主 这个拿戏人的这个生活 是我们可以实际经历 也实际来操练的 那我非常最后一点分享 就是非常有感觉 弟兄说在这个过程 在提到哪些人的里面 多次提到四个字 是分别出来 所以说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 是完全属他的 求神继续得助我们 借着这个每天连于他 成为这样 过一个这样圣别的生活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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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分享几个 我这周觉得特别摸着的点 那讲到这个撒末尔的 这个历史 我们就看一下 其实撒末尔的那个年代 他整个大环境 其实非常的艰难 因为以色列主 在迦南地 其实外面有非力士人 跟他们作战 为了地作战 那以色列人是 屡战屡败 那死伤无数 在内部 这个神的家 这个祭祀 亚伦的这个祭祀的 这一脉 的却是 在禁止上 就非常的贫穷 神的家里面的这个 侍奉 跟祭祀 都非常的贫穷 而且甚至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 大环境下 这个我们看到 就 这个 在神的主宰之下 就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叫做撒末尔 那这周里面呢 就先看到 就是说 他的出生 和他的起源 其实是非常的特别 我就特别读到这个 这周里面 这几个人物 我觉得他们 在这个 我刚才讲了 这个大环境的 这个里面 这几个人物 他们在那个 绝对关键的时刻 他们的反应 他们的属灵的本质 他们跟神之间的对话 他们的交通 真的就产生了这个 非常非常关键的分别 那其实 例如说 我们讲撒末尔的话呢 就先看到他的母亲 那我就是特别 就只 highlight几个点 例如说 这个 这个 撒末尔的母亲 哈拿 其实 我看了很多弟兄的交通 其实 他就是一个 很平凡的妇人 他的丈夫 以利加拿 住在以法连 虽然他们是 利位人的后裔 但他其实呢 就是因为神这个 在这个主宰当中啊 他不能生育 所以他在祷告里面啊 我们上一周的这个 第二周 第二篇也讲 他的祷告 他就跟神求 但是就有弟兄提出来 就是说 哈拿的求 其实非常的特别 因为他 这个 以利加拿 另外一个 太太 毕丽娜 他可能求 就是很多的儿女 但是你看哈拿 他在求的时候 甚至后来啊 他在 跟神这个感谢的 赞美的祷告里面 他的祷告非常的特别 你看 撒上二章一节 我的心因耶和华欢腾 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 我的口向仇敌张开 因为我以耶和华的救恩为乐 那我们就括一下 在新约里啊 这个耶稣的母亲啊 他也曾经了 说过非常类似的这个话 他说在路加福音一章4647节 玛利亚说 我的魂尊主为大 我的灵 成以神 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发现这两个母亲的祷告 都非常的类似 他们的心欢腾 他们的灵啊 以耶和华的救恩为乐 只是看到这个是哈拿的祷告 那甚至呢 他不是只是想要求一个男孩而已 求一个子女而已 他甚至啊 最后他的祷告啊 连到说 这个神啊 耶和华啊 必将力量赐予他所立的王 高举他受高者的脚 一个妇人的祷告啊 为了这个生育啊 为了子女的祷告啊 甚至能够连到啊 他看见啊 这个当时代的大环境 刚才讲的 内忧外患之下 他甚至可以在他自己本身的一个需要 一个正常的人生活上 一个正常的需要中啊 他可以连到这样子的祷告 甚至看到说 他所信的这位神啊 要立 必有力量啊 赐予他所立的王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的特别 这个弟兄有说到 就是哈拿其实是非常认识 摸着属灵跟神经伦的事 那这个 我就觉得哈 我们的神真的是主宰的神 这个虽然我们看到后来啊 这个立了扫罗 立了大魏 立了王 但是我觉得真正的王啊 就是我们的基督 神在这个非常 这个世世时代的末了 这个内忧外患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其实啊 我们看到这个 撒摩的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说 我们的基督啊 我们的神啊 才是真正宇宙的君王 一切都是在他的主宰之下 那这些的这个圣经里的这些人物啊 其实都是在当时那个情况 那个moment 他在那边与神一同的配合 那这个 再来呢 可能就是比较负面的例子了 就是以利 这个老以利祭司 就是这个 撒摩尔啊 这个耶和华跟他说了以利家的结局呢 那以利也说你一定要 不要隐瞒 通通告诉我 那这个 撒摩尔没有隐瞒 结果以利听了之后 他的反应非常的 好像一切都关他没有什么 太大的关系 他是耶和华 愿他行自己眼中 看为好的 就是 可能是真的老了 还是怎么样 就是 非常非常的奇怪 照理讲 今天如果有人跟我讲说 我自己 我的儿女 会怎么样 怎么样 第一个 我可能就吓死了 第二个 我一定想办法赶快去 去求 去怎么样 我还是会非常的 这个担心 我会care 但是你看这个老以利 好像神要这样做 就这样做吧 那我又联想到 在旧约创世纪的时候 这个 你看亚伯拉罕 他的为他的职人罗德的时候 你看 他就讲说 这个 你真要将一人与二人一并剿灭吗 当然我们在想说 以神来看 这个以利 还有他两个儿子 在很多的地方 这个神来看 真的是 罪恶 但是呢 你看 亚伯拉罕 就会为他的职儿代求 那以利呢 你看他好像就 连代求都免了 愿他行自己眼中 看为好的 其实 这个 境界的 圣别的警告啊 就是告诉我们说 神将来会有一个审判 那 面对这个神的审判 我们在 今生我们到底 在神面前 我们该怎么做 其实神就是要我们悔改 相信 而不是说 那你审判 那愿你行 你自己眼中看为好 那这个审判就 绝对就会 神没有办法 在他的公义之下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借鉴 那 再来就是 这个 讲到这个 撒末尔 他是 合乎神心 照着神 他不为自己寻求什么 也不想为自己 得利 他 在那里 我就说 寻求这个十字架功课 他也许不是 照我们心悦的话来讲 但他确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那 其实有弟兄讲到说 当时 他是被神兴起的 照着这个拿西尔人 奉献的原则 来做祭司 那其实在这个 以色列当中 他的这个身位是 等于是最大的 那结果神要设立一个君王 那其实你看 呃 我们来思考一下 就也许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可能会 不一定会那么的能够 顺服 因为人 往往 可能都有私心 或者是怎么样 我觉得 那你要神 你要设一个王 那我可能就 失去了一些什么 但是你看撒末尔 他就是一个 不为自己寻求什么 也从不想为自己得利 这我们看到这样 撒末尔他这个 从小的学习 他里面的这个本质 真的是一个合乎神心的人 这就像是我们里面 我们实在是 我们回到神面前 我们看到这样子 撒末尔这样子一个 侍奉神 跟从主的人 他里面的这个 他的学习 那再来就是 最后在一个很小的点呢 就是 刚才讲到了 他是一个 这个 勤奋的祭司 那祭司的职份 第一个就是将神的话 带到人前 就是 说神的话 为神说话 第二个 就是管理他的百姓 那在声言的这一部分 那这边就讲到说 撒末尔算是第一个 这个 将神的声言 带进成为一个 声言者的职份 因为旧约里面 这个很多 在撒末尔之前的人 也声言 摩西也声言 甚至世事时代的 很多世事也声言 但是到了撒末尔呢 他算是 第一位的声言者 因为他将声言这个事情 带进 变成是一个声言者的职份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 我今天 几个分享的点 那我觉得 我的最大的得着就是 看到哈拿 看到撒末尔 看到当时以色列 那个时代的这个内忧外患呢 对应到我们今天的情况 我就觉得说神的工作 神的主宰 其实真的是不在于 我们特别想要为神做什么 而是在每一个时代哈 我们就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哈 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 过好我们的生活 那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艰难 我们会遇到一些缺乏 然后我们里面会为了这个艰难缺乏 软弱的事情 我们在那边 可能我们会愁苦 我们会被神激动 但是往往就是这个时候 神的主宰之下 就可能他就会这个 在我们这个光景当中 看我们跟神的交通 神也许在我们身上做事 神在我们身上做的事 甚至带进神自己经伦的往前 所以我就很摸着说 这个神实在是我们真正的君王 感谢主 那我分享就到这边 Amen Amen 谢谢两位弟兄 为我们后面的加强 我们有两件事情要报告 第一件事情 下周 下周因为我们有国商节的特会 所以我们的导言被讲 客人 Iство